自走式小粒茎种子播种机 小米是原住民部落传统作物 更是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 不过因大多人工播种十分辛苦 台东区农业改良厂研发自走式小粒茎播种机 提升栽种效率 现行小米播种多采用人工 若用撒播为每人每0.1公顷要花半小时 人工把种子均匀地播成长条的调播时间 则为每人每0.1公顷三小时 人工撒播速度虽然较快 但后续煎拔、除草等管理工作 则非常费力和费时 反之,人工调播速度虽慢 但后续田津管理较为轻松 台东农业厂参考传统小米人工调播模式 研制出可取代人力之调播机械 快速进行调播 有利于原住民农友之田间管理作业 研制成之小粒茎种子播种机 可方便农民与小面积快速种植小米 或红梨等种子 作业时间0.1公顷 仅需0.55小时 速度为人工调播之5.5倍 在种子的用量上 传统人工撒播小米 播种量为每0.1公顷 0.8公斤 人工调播为每0.1公顷 0.6公斤 本机则为每0.1公顷 0.8公斤 本机播种时间与人工撒播时间 和种子用量差异虽不大 但却可带给农友 更方便快速之田间管理作业 该播种机已获得中华民国新型专利